每个女孩都有属于自己的婚纱梦 幻想着自己穿上最漂亮的婚纱 举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 但现实却是 我真是不知道张琳那小子是怎么想的 你说他能娶到你这样的大美人 跟我我早都被窝里偷着乐了 他可倒好 给你办这么简陋的婚礼 他也太过分了 小雨 你不要这么说 虽然婚礼简陋了点 但是他以后对我好就行 哎呀 阿南 婚礼马上开始了 等我快过去吧 别让我爸久等了 嗯 好 妈 阿南 以后就是我们张家的媳妇了 财力拿好 肚子呀赶紧蒸点气 给我们家添两个大胖小子 可别给我们张机丢人 是 我们只有八百 八百块钱给你生两大胖小子 你打发要饭的呢 你是谁呀 轮到你说 管我是谁呀 妈 阿姨 我们不是说好了三万块钱三里吗 哎哟 三什么三万啊 这都是个过场 回头多少钱 还没收我们家小李的 是啊 楠楠 你也体谅一下 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 你就别在菜里上斤斤计较 我斤斤计较 张琳 是你说教堂太贵不如回家办婚礼我同意了 是你说你妈不会装办婚房我也就算了 可是人一辈子能结几次会 一而三三而三的人账 却换了你八百块钱的羞辱 哎 安娜 你说这话就过分了啊 我们家为了娶你 钱都换在买房子上了 阿姨 你说话要有良心的 这房子你们只租了十万 千万三十万都是我租的 你看你一直在念头这钱 知道你是来结婚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来卖你 你们说的这世人话吧 我连三十万都出了我还会在乎你们这三万吗 我只是想要你的一个态度而已 没想到你们这么对了 欠如死 那时候婚就别结了 哎呀 反了你了 你干嘛 你干嘛 杜小语 你怎么这么对我妈 是你妈先动手打的楠楠 楠楠还没哭呢 你在这叫我什么剑 小林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种没爹没妈 没教养的剑丫头 就不能去进门 你说以后让妈还怎么活的啊 安楠 你看你把这婚礼搞成什么样子了 还不赶紧跟我妈道歉 小林 我没想到我为你付出了一切 套工了家底 就换了你们慕死这样的羞辱 我还能不放肥了 哎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别人回头你又回来 巴着我儿子不放我告诉你 放心吧 我不稀罕 赶着把三十万还给我 从此以后我们一刀两断 再会关门 你休想要回去 你一家人的罪恋我算得看清楚 不过之前不是你们想赖就能赖的 我高兴你 你们要么三天之内把钱还给我 要么我们发平线 这种 不用闯 这女的也就嘴上说说 过两天 还不是像狗似的跑回来找你 妈活这么大岁数 还收拾不了她这种小丫头骗子 这钱呢 还一个子儿 你别要我 最后是 男男 你没事吧 没事 小雨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能回去 停车 男男 贺男男 怎么是您啊 上回我路边突然发病倒地 要不是你救了我 后果简直不堪设计 男男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是要去结婚吗 不结了 分手了 是不是那男的对不起你 有福之女 不进无福之门 正好 咱们去换个衣服 跟奶奶走 相亲 别走 你看 她都来了 你 就是安男 你好 我叫安男 霍景言 这就说完了 你给我主动点 奶奶 我今天有安小姐 才是第一次见面 已经够尴尬了 您就别再参加了 你先进奶奶了吗 不好意思奶奶 我有点急事 我得先走 都怪你 把我男男给吓跑了 奶奶 您先别生气 您和这位安小姐 才见了几次面 这年头居心头色的人 多着呢 表面上装出一副 温凉的样子 实际上 是变着包骗您钱 男男才不是那种人 男男是多么好的女孩啊 我可告诉你 你必须把她 给我带回来领证 要是被别人抢先了 我 我我老太婆以后不吃饭了 我绝食 叔叔 你们来我家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安南 怎么跟我爸说话呢 我爸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 你只问他 你算老几啊 哥 这里可是我家 你家 安南 你爸妈去世的早 我们全家照顾你长大 如今你都结婚了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告诉你 以后这房子 就是我们的了 这 安南 你今天不是结婚吗 怎么不在婚礼现场 跑回来干嘛 跟你没关系 生气了 作为你的表哥呀 我一定要奉劝你 把你这个坏脾气啊 好好砍一砍 不然呢 到时候不是张云抛弃你 你自己啊 就根本嫁不出去 你说够了没有 你们说够了就从我家出去 你让我们出去 拿出五十万 我们立马就奔 十万 你是死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子 啊 少废话 拿不出钱呀 就赶紧给我滚 滚滚滚滚 滚 滚 阿南 我听说你叔叔他们已经住进你家里了 你现在没有地方回血吧 他一打电话过来 就是为了嘲笑我 我当然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和我妈商量过了 她可是答应把彩礼加到八千了呢 赶紧回来结婚 结了婚你还能住在我家里吗 张云 你不要太过分了 那我告诉你 就算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给你几种人结婚 你怎么来了 如果不想和那种男人结婚的话 不如 和我领真 没想到一时冲动 竟然和一个才见了一次面的男人理政了 这张卡里有二十万 你既然嫁给了我 里面的钱你可以随意吃取 不用跟我包备 二十万 这是 才能呢 你可以这么认为 想不到霍先生居然这么大方 这里有二十万 再让张琳把三十万还给我 岂不是就能把爸妈的医药费还上了 另外 我要提醒你的是 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被人打扰 娶你 你是为了讨奶奶的开心 所以暂时不打进去办公平 能接受吗 我不建议 最后再提醒你去 别信 啊霍先生 霍奶奶说的果然没错 他真的好冷啊 欢迎霍总回家 真的脸正啊 太好了 哎等等 你怎么没把楠楠给我带回来啊 那种势力的女人 我是不会把她带回家的 势力 我不过才给了她二十万 就能让她笑得合不拢嘴 奶奶 连宁愿人无数 都对她看走了眼呢 楠楠她可不是那种人 她是什么样的人 事实不就知道了 我就让秘书买一套老小区的二手房 试探试探她 这种拜金的女人 很快就会露出真面目 霍先生的定位是这里吧 我家条件不好 走 进去 霍先生 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诶 奶奶奶 她看我们家太穷 好辣 怎么会这样 奶奶 你还有什么好坏语的吗 她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女 之前装出那副乖巧的样子 都是骗您的 霍奶奶 霍先生 不好意思 我刚刚真是不懂礼数 我竟然空着手就来了 所以我刚刚又去买了点水果 你这臭小子 我就说 奶奶就不是你主任 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也许 她是故意做这些事情的讨好我 奶奶 我去洗几个水果 你帮妈妈聊 我接个电话 你怎么找到这里 不要太过分 阿南 我去你家找你 自女叔说你帮到这里了 阿南 你居然把我的微信和电话全部拉黑了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早上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阿南 耍小性贼的一股限度 赶紧给我回去 别给脸不要脸 要不然别怪我给你两巴掌 再去服气 走 你干什么 跟我回去 放开我 安南是我的妻子 我看谁敢动她 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 老子的谁敢管 你是谁 她是我的丈夫 张灵 我们已经结婚领证了 丈夫 好啊 安南 你居然敢背着我头人 给我戴绿帽 你背着我头人 给我戴绿帽 张灵 我是跟你分手 我是跟你分手之后才跟他在一起的 谁信啊 安南 我看你们早就勾搭上了吧 我怎么会认识你这个不要脸的贱户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还有 你还敢对我发笔记呢 你信不信我把你底细全部抖出来 兄弟 你和安南认识多久了 你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吗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跟安南交往了两年 掏空了全部的家里买的房 她居然狮子大开口 管我要三十万彩礼 我不给彩礼她就跟我闹分手 还把我妈给打 不是的 你敢发誓你没有向我要三十万 我是要了 但是那三十万是我自己 藏着呢吧 三十万 哎呦 这是个坏人 真的是坏言语 听我一句 这种掉进前眼里的女人都敢去 早晚你会后悔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清楚 不过 像你这种分开后就说人坏话的男人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安南是我的妻子 你要是再敢放了她 别怪我对你的客气 安南 别以为有人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得意了 最后再这种破下去 最多一个是个情调 以后 由你苦为之受 喂 芽芽 那林哥 你找到安南了没呀 我听说 他铁了心地想要你还钱 那你岂不是这个房子给卖了呀 放心吧 房子我是不可能卖的 而且啊 我根本就没打算真和他结婚 这个房子 以后要当咱俩的婚房 阿南要是知道这两年 你必须偷偷跟我在一起 估计得气死吧 气死就气死吧 这钱是他自个儿愿出的 我反正是不会还的 况且啊 如果他敢把我逼急了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这就是我看 对象 眼光可真不败 谢谢你保 我可不是在帮你 我只是 看不惯男人打你 如果你不问他要三十万 也不至于把他逼成内眼 不是 我 这靳妍这臭小子 哪一点都不开窍 看样子 我还真得帮他们一把 哎呦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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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是你俩的冻王花族夜 你俩可要好好蹲蹲 奶奶等着抱大村子呢 霍先生 那今晚怎么办 要不然 我去沙发上睡好了 霍先生 要说也是我睡 没有让你先睡沙发的道 霍先生 现在天气凉 你睡沙发上会感冒的 要不 我们凑合一下吧 霍先生 安娜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 要是你下次再这么毛手毛脚 我可不保证 会不会做出点别的事 什么别的事 什么别的事 糟糕了 要知道了 我先生也不知道叫我什么 哎 拿上快点 赵主任 安南迟到 本月奖金取消 罚大小时三天 赵主管 赵主管 这安南才迟到了一分钟 又是迟到再多会儿 便也就罚了全情吗 怎么今天还要大早熟啊 今天是咱们霍制集团新总裁上任的时间 你们胆敢在这个时间给我出眉头 当心我开了你 我们不会都下次了 好自为之 谢谢赵主管 今天拽得跟二五八外似 也没办法 谁让我今天被他抓了打 对了小语 你们新总裁什么来托啊 咱们这位新总裁啊 可是江城首富货家的千亿继承人 就是这身份呢比较神秘 这人怎么这么厌实 难道 这人怎么这么厌实 难道 这人怎么这么厌实 难道 公司警察留下金线告示者 依次公司员工骗起前男友加钱财 并欧打主他 徐弟给个说法 对 给个说法 不是的 事情真相不是这样的 韩南 这事已经影响到了公司声誉 你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就别想到公司继续干了 抱歉 我会尽快处理的 我会尽快处理的 这个月的报表 霍哥哥 你怎么回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还有事 你自己回去吧 哎呀霍哥哥 你还真是个工作狂呀 我们都多久没见了 你陪我去吃个饭吧 走吧走吧 胡经理 他是谁啊 回沈小姐的话 这位是公司员工 听他主管说 因为财里闹的 跟男友张琳一家 差点夹破人亡 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公司正在考虑 要不要解雇他 我还有事 你自己去吧 哎 哎 护哥哥 吴经理 等一下 你先告诉我 这个女的 她叫什么名字 张琳你疯了吗 你对我做出那些事情 你怎么好意思 到哪里去了 哼 安娜 这不都是你逼我了吗 你给老子戴绿帽 你不让我好过 那你也别想好过 我还听我告诉你 你还真是个开始了 接下来 我要做多好玩的 那既然现在应该知道 好 不够 他现在一定还想把钱要回去 你得继续逼他 把他逼到走投无路 他才没办法跟你继续较劲呢 妈 我都听你了 您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还是我儿子最甜 哎 今天下午面试你别忘了啊 那霍氏集团呀 是咱们江城最大的公司 妈托了你舅舅好不容易打通的关系 你下午好好发挥 你要是能进到霍氏集团上班 那咱们家呀可就发达了 妈 您放心吧 连安娜都进得去 我肯定醒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这也没拿稳 你没事吧 水妖姐 这是怎么了 吴经理 我刚才不小心把咖啡破了他一身 对不住啊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正好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安南公司员工 这个是沈瑶野 我和你们霍总呢 是青梅竹马 和他认识很多年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会成为你们霍氏集团的少奶奶了 盛小姐好 你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先去换一下衣服 你 这个案子 你最好离霍哥哥远一点 不然下次泼在你身上的 可就不只是咖啡了 舅舅 你都在霍氏集团干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我还需要面试啊 走个故障不就行了吗 你是不知道 这个新上任的总裁 非要让他的下属亲自来面试 下一位 张琳 张琳 他不是安南的前男友吗 是 沈小姐 是 把那个叫张琳的留下 可是 他不符合公司的录用资格 这是霍哥哥的意思 你们有意见 不敢不敢不敢 没想到你小子运气还不错 刚才面试官还不搭理你 后来居然让你过了 真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啊舅舅 我这可评论都是实力 对了舅舅 我问你个事 安南是不是你手底下也拖 嘿嘿 你小子 想干嘛 天黑前 把这些文件全部处理了 昌林 你怎么在这儿 麻烦叫我张主管 以后 我就是你的直属人的 你怎么可以啊 哎 你该不会是想去找赵主管吧 安南 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赵主管赵天海 他可是我亲舅舅 是他亲手把你交给我管的 什么 现在我命令你 敢安景给我回到工位上 把这些文件全部处理了 处理不完不许下班 否则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愣着干什么 还不跟你干活 张领 就你这副嘴脸 我真信心我当初没有嫁人 不然我得倒了一辈子 咀嚓 horr藏 咀嚓 枪 词 晕 这样 bunun lire 我 AR 感谢观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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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先生 我们怎么在这啊 怎么慌慌张张的 我刚刚坐在路上 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有可能是我自己多想了吧 走吧 奶奶已经在你网上了 奶奶 你尝尝这个 别嫌奶做饭难吃啊 谢谢奶奶 怎么会呢 奶奶明明做饭就很好吃 还是这丫头嘴甜 哪像某些臭小子 就跟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 我养了他二十多年 他从来没有说过好听的话 对了霍先生 我今天在霍室集团好像看见你了 你看错了 不会吧 你长得那么扎眼 我怎么会看错呢 不过 你不是没有工作吗 你怎么会在霍室集团啊 是啊静言 你快告诉奶奶 你去霍室集团 是干什么呀 我 我 我其实是 我其实是 我其实是去霍室集团送外卖的 送外卖 嗯 那你送外卖 你怎么不穿外卖制服啊 刚入职 还没发 那你的外卖车和你的保卫箱呢 放在外卖站点 奶奶你需要什么点啊 我在笑啊 我们家静言 真是长大了 奶奶欣慰啊 送外卖工作好啊 好好干 好好干 送外卖 也亏得你这臭小子想得出来 我看 你连骑摩托车都不会 到时候穿帮了 怎么办 就不老奶奶您费心了 那你究竟打算把身份 也闷到什么时候啊 听她主管说 这女的品行不端 私生活不结 因为彩底闹的 跟男友张琳一家 差点家伙人亡 安南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南 我听说你结婚了 你该不会是想不开 跟张琳和好了吧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傻子 我的老公叫霍锦言 是我认识的一个奶奶 把她轻松自介绍给我了 然后你就真的和她结婚了 你们才认识几天呀 这也太快了 嗯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闪婚 你刚刚说你老公叫霍锦言 霍氏集团总裁也姓霍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 你不会是想说我的老公 可能是霍氏集团新来的总裁 啊 我看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 像你这么年轻貌美的大美女 突然闪婚了 那你对象就算不是亿万富翁 也得是青年才俊吧 哎呀不是的 我老公就是个普通人 他的工作是外卖骑手 哦 外卖骑手 安南 离开我以后 眼光真是月儿的差 就只能找这种波子来当对象啊 与你无关 哎 安南 我说的是实话呀 你找一个做外卖的 一年到头能挣几个钱呢 你也不嫌掉价 我老公就算是个外卖员 他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不偷不抢的 不像有些靠走后门才能找到工作的人呀 没资格嘲笑他 谁 谁走后门了 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张琳啊 我又没说你你着急什么呀 好了 不跟你废话了 现在已经下班时间了 别想像昨天一样丢一堆活给我 张琳 安南 昨天是我不好 今天我找你 其实是有别的事 什么事儿 嗯 这里不太方便 我们换个地方说 你不会想还钱了吧 没事儿 我去学校了 走吧 郭总 今天的会议非常成功 另外 徐志祺咱董事长 想约你今晚吃个饭 您看 今晚 我刚刚走在路上 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今晚不走 不行 我得接个人回家 该听吧 能让郭总亲自接的 这在是什么人呢 真无不透 娜娜 你怎么和我这么见鬼了 怎么那一见多亲密啊 究竟想说什么 我也不怕你笑话 其实这些天 我一直挺后悔的 尤其是知道你嫁给了那种男人 我更是不甘心 娜娜 要不你回来吧 回来 回哪儿去 当然是回到我身边了 失去你以后 我才发现你对我多么蠢的 只要你肯回来 你结误婚这件事 我一概不经 你笑什么 我笑你为了不还钱 还真是什么都说得住口 阿南 你什么意思啊 我在你心里 难道就是那种见亲眼开的人吗 张力 你们一家人在婚礼上高高赛上 对我极尽羞 如今见了我铁了心 想要你们还钱 便用委屈求全 想要找我复合 你当我傻吗 我告诉你 这三十万必须尽快还给我 否则我们法院见 妈 现在这见有人和别人结了婚 变得是油眼不见 还说要去法院杠 看来 对付他 还是得用那一招 好 奶奶 今天晚饭我来做吧 我下班去啊 怎么回事啊 霍先生 开门我知道你在家的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心理箱丢出来 霍先生 开门我知道你在家的 我接下来 必须和辽缺过 下个人 有点 霍先生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 你要这么对我 我想你脏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大概是不知道吧 我今天去霍氏集团 刚好看见你和你的前男友张琳 两个人在楼道楼楼楼抱抱 举止暧昧 不是呢 你误会了 我都亲眼看见了 你还想狡辩 不是 回忆我本来还对你有所改观 没想到你根本就是骗我的 恩来 我霍几年平生最有限这种女人 从今天开始 留远点 最后永远也别出现在我面前 让开 我不让 你误会我了我要解释清楚 发你难 啊 啊 霍几年 就杀人犯也要有申诉的权利吧 霍几年 你怎么了霍几年 原来你卫兵这么严重 明明长得这么好看 但他嘴里说出来话怎么那么起 你在揍什么 你卫兵发作 流了好多汗 我帮你擦干净 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霍几年 你误会我一次两次就算了 你怎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我 像你这么肮脏的人 也会不甘心被人羞辱 传来在你眼里 我是一个这么不肯的 是不是我不管怎么解释 你都不会相信我 你也继续表演 再见再也不见 算我多管闲事 我走 我们在火中就输给烟 却输给妖艳输给 我今天你个大笨蛋 你要气死我了 是你 阿娜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是不是能让男人欺负你了 用点你 你放开我 你别激动嘛 我今天是退来找你的 那三十万块钱 你不是想要还你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我已经让了你好几天时间了 是是是 但是你也知道 这钱我们都用来买房了 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 不过我这里有个东西 你看看够不够还债 什么东西 当然是要你命的东西 霍哥哥 我听说你住院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看你这么虚弱 我真的很心疼 我给你带了你喜欢吃的点心 你尝尝吧 霍奶奶 好久不见 靳言 奶奶呢 怎么了 怎么好端端的就走了 靳言 你老是跟奶奶说 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 奶奶 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了 我和他 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这臭小子 说的还是人话吗 霍奶奶 你怎么能这么说霍哥哥呢 你给我闭嘴 我们霍家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管 靳言 今天你急性肠胃炎 是奶奶他亲自把你背到医院来的 他用了小的身板 也不知道怎么 居然背得动你 是他背我来的 可不 而且在你昏迷不醒的时候啊 奶奶更是无一不至的照顾你 你倒好 一醒来 你把他给赶走了 奶奶怎么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臭小子 你的身体还没好 这是要去哪儿 去把他找过来 去把他找过来 还不算太笨 霍奶奶 你别拦我呀 我要跟霍哥哥一起去 人家夫妻俩的事 你家做什么热闹啊 夫妻 靳言呀 以后就是有父之夫了 你以后要和他保持好关系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 恩娜 到底在哪儿啊 难道 我家所有保镖听令 不计一切代价 就算把整个江城翻遍 要撞到安南的下落 儿子 赶得票 这个小贱人终于落到我们手里了 一会儿你就把他给犯了 我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作对 妈 咱们这样 是不是不太好啊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这不是违法的 你害怕了 妈可告诉你啊 不想还钱 这就是你唯一的机会 你害怕了 你就把这个小贱人送回去啊 你就等着他去法院告你 法院收了你的房子 我看你跟你的心肝宝贝徐雅雅 我房结过 妈 你 你怎么知道丫儿子 就你那点小秘密 你还瞒得了我 我早知道了 不过女人嘛 随便玩玩 你是要和安南结婚的 回头你家里一个外面一个 我还能多抱孙子 只是没想到这次让这个小贱人 搞成这个样子 没错 是安南先不够活路的 那就别怪我心狠 张灵 你干什么 你离我远点 安南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从来没碰过 想这样你 会是什么味道 你 张灵 张灵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睛 差点和你这种人结婚 儿子 少跟他废话 快上呀 把他给办了 回头他要赶着你要钱 咱们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他老公 看看还敢不敢 我懒惰 谁 儿子 看好这个女人 妈去看看 妈 妈 你没事吧 你 你怎么来了 废物 干我老子好事 儿子 安南 是我 霍先生 霍先生你怎么才来呀 不怕 我已经没睡了 等你回家 谁允许你走了 一个臭送万卖的废物 连老子都能打 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 你是谁呀 哼 江城最大的霍氏集团 听说过 我可是霍氏集团 我舅舅更是霍氏集团的主管 捏死你啊 就像捏死一只蚂蚱一样简单 我不仅要睡你老祸 我还要打死你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 好了吧 洗干净耳朵听清楚了 我舅舅叫赵天海 我可是赵天海的亲外手 你稍微等我一下 你 你 你干什么 不是说想打死我 来 来 来了 别打了 老师 快让我别打了 妈 我要弄死他们 让他们在江城再混不下去 安南那个小贱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们去找你舅舅 让他和他那个废物老公吃不了兜着走 你是谁 我当然是来帮你们对付安南的了 霍先生 您太太重的名药已经失效 好好休息就可以痊愈了 多谢 这么大人了 居然还会被绑架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 姐没事 那我们回去吧 医生不是让你好好休养吗 你去哪 当然是回家 住院这么贵 我们还是伸点钱回家休息吧 这点钱 我还是出得气的 可是 我 看 我 偷偷藏不住 对 你喜欢 偷偷藏不住 先说早安 偷偷偷竊看 假装自然 然后 俩 你们 你们 奶奶你可算来了 他们张家不自探不要脸了 胡说八道 我们怎么胡说八道了 大家看看啊 这这个女人她叫安南 她骗我们家三十万彩礼 扭头就嫁给别的男人了 可怜我儿子对她一往轻深 不让她和肩负打成这个样子 我要让她坐牢 手都打断了 还有没有往法了 安南 就算你不喜欢我 你也没有必要把王死过上逼吧 我没有骗婚 我更没有要彩礼 更没有害人 对 我能跟南南作证 那三十万的钱本来就是南南的 倒是你们这一家空空搜搜 拿八百块钱当彩礼 现在还想倒打一盘 真是不要脸 大家别信他的 他是他朋友 他们都是一伙的 当然想着安南说话 好了 这件事情既然到公司来了 我也说两句 安南 这个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我命令你 马上跟张林家道歉 否则就别在护士机团干了 什么 快道歉 我又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们来得正好 这个女人已经被我开除了 把她给我轰出去 他拿掉 他拿掉 住手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臭送外卖的来 就是他 大家看清楚 就是他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 你就是安南的老公 是 没想到你还敢主动出现 你知不知道 把人打成这样 是要吃牢饭的 吃牢饭 说起牢饭 要我看 某些人才更应该老底做传门 你什么意思 我可是霍氏集团的人 我舅舅更是霍氏集团的主观 弄死你 就会弄死一只蚂蚱一样 我不仅要睡你老婆 我还要打死你 你什么时候录的 当然是你绑架了我 他连毁了我的时候 张林 强奸位随威胁恐吓 你这又是什么罪名 录音怎么了 录音也是假的呀 技术合成的 对对 假的假的 保安 把这个女人跟她老公 给我赶出去 赶出去 看谁赶 你统统住手 我看该滚的是你们 统统住手 我看该滚的是你们 吴经理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个女人叫安南 她正在所谓我们 霍氏集团的声誉 我知道把她开除 没想到 她把她老公叫过来 一块闹事来了 吴经理 明明是张林先欺负我 赵主管是她的新舅舅 他们一家人狼狈 为奸互相包庇 你胡说八道 是啊安南 你和你老公 都把我倒成这样的 谁欺负得了你啊 吴经理 您看看我这手 都被打断了 你要为我做主啊 吴经理 你赶紧把这个女的 还有她那个废物老公赶走 一个不要放过 吴经理 事实不是他们说的这样 你闭嘴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得死 这样吧安南 我给你个机会 你现在立刻跪下磕头 给我道歉 我相信可以求 吴经理放你密码 否则 你就和你的非误老公 做大努吧 到时候 后悔也来不及了 说完了吗 吴经理 既然说完了 那我来说两句 要我看 这件事 从头至尾 分明是你们一家 为非作歹 死不要脸 吴经理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弄错了呀 还敢狡辩 当她的录音 我看全都听到了 像你们这些 居心叵测的人 或是集团 绝不允许 明天起 你们全都不要来了 吴经理 那些录音都是假的 你怎么能相信 这些东西呢 是啊 吴经理 这都是那女人 弄出来骗的东西 我们才是受害者 您看我们像的伤 都是她和她老公打的 证据都摆在你们眼前呢 还敢倒打一耙 当真是无耻之急 实话告诉你们吧 开除你们 并不是我的族意 这是霍氏集团 霍总的意思 什么 你说说咱们 霍氏集团 最高级组总裁 霍总 不可能啊 我们跟霍总 根本没有见过面 这怎么可能会开除我们呢 没见过 又如何 你们做过了那些肮脏的事 可全都逃不过 霍总的法言 再不滚蛋 霍总坐坐脚 就能让你们在整个江城 活不下去 不要啊 你的手 不是虎折了吗 虎折了 快走吧 霍总的确不是我们得最能取的 快走快走 张领 记住换钱 霍总 霍总是不会纵容那些 败坏公司风气的人 继续留在公司的 请安小姐放心 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您尽管联系我 太好了 我就知道霍总是个 明察秋毫的人 我现在又充满了战斗力 我要继续工作了 拜拜 霍总还真是个好人 你先过去 我还有点事 待会儿就过来 霍总 楼下有人闹事 把这些都给我跟走 是 慢着 还有一件事 待会儿见到我的时候 别暴露我的身份 是 属下明白 你等我一下 嗯 沈小焦 你怎么在这儿 刚才的事 不会和你也有关系吧 霍哥哥 你这是说什么呢 我就是听说这边出事了 过来看看而已 真的 你当然是真的了 我还能骗你不成吗 最好是这样 霍哥哥 我听奶奶说 你已经结婚了 是刚才那个女孩子吗 她叫安南 我和她已经领证了 你可以叫她嫂子 不过 目前我还没有告诉她 我的真实身份 这样啊 霍先生 你没认识啊 当然了 我跟霍哥哥 谢谢 好吗 霍哥哥 你这么说也太见外了吧 咱们两个可都认识二十多年了 应该叫青梅竹马 才对 你好呀 我不知道你就是霍哥哥的妻子 咱们前几天还见过呢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就叫你是安南姐吧 当然可以啊 我跟霍哥哥都认识好多年了 我有点黏着霍哥哥 我有点黏着霍哥哥 安南姐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了 贱人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 还敢跟我抢霍哥哥 喂 你们赶紧联系一下人 把这个安南给我抓起来 你们几个赶紧给我想办法 把这个安南给我抓起来 沈小姐 我看咱们还是算了吧 就凭我们这几个人 哪能逗得过他们呀 等一下 喂 喂 一群废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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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不疼不疼 不疼啊 哎呀 都是安南这个剑 被我们害得这么惨 幸亏当时没让他进门 真是个丧子 妈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我一定要找安南讨回来 哥 你们知道霍总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可是咱们将军的钱 你们尽敢跟他作罪 不要命了 霍总怎么了 他跟安南又不认识 再说了 今天那是安南 他走运 我就不相信 霍总能帮得了他一次 还能一直帮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替我们自己讨回公道 这安南把我们喊得这么惨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哎 刚才 我在外面听见你们似乎还打算找安南的麻烦 谁呀 好你个臭宋外卖 竟然打我儿子 是又怎么样 安南他竟然对我们赶紧杀绝 我传定当了 他这辈子都摆脱不了 可臭宋外卖的 当心我连你一起打 你们干什么 你们是谁 干一个顾余军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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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错了 欠的钱呢 我没钱 我还 我也有钱就还 但是我现在 实际真的没钱 没钱 简单啊 我看这个房子 还值几个钱吗 不不不 房子不能卖 房子肯定不能卖的 不卖也行 那就只能用别的方法 我不要 妈 到这个时候了 你就卖吧 卖卖 四十万 四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我们当初买这个房子 就花了四十万 我会替你们还给安南的 凭什么给他 我们只欠了他三十万 有十万是我们的 你得把那十万给我们 十万是利息 欠债还欠 天经地义 什么利息 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利息 把那十万盘钱给我们 还给我们 你们 你们演的欺人贪慎 你不去走 你到底是谁 你们在犯法 你知道吗 我要告你们 让你们坐牢 霍总也是你能碰的 霍总 他是霍总 没错 你不是要告我 我霍锦言和霍氏集团 随时欢迎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霍总 霍总 刚才的话 我都是胡说的 你别往心里去啊 之前不知道您的身份 多有得罪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求您 你还愣着干什么 可以霍总道歉的 霍 霍总 是 是我错了 是我们 永远无助 是我们自作的自受 你打我们 这是应该的 霍总 你看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你就消消气吧 消消气 如果 我不肯消气呢 霍总 霍总 让我们应兵吧 我们知道错了 霍总 一群 鸡软怕硬的东西 简直是脏了我的眼 连我霍锦言的妻子都敢欺负 要是再有下一次 我就等死了 如今这房子和你们没关系了 霍总给你们一把事实上时间 赶紧滚 要是明早还在 你们吃不了 都在走 儿子 儿子 你没事吧 儿子 怎么可能没事呢 妈 没了 什么都没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安南 我之前好像是误会你了 对不起 霍先生 你回来了 嗯 对了 这个给你 刚才 我在楼下碰见了张力母子 他们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他们终于还钱了 可是 他们欠了三十万 为什么这里有四十万 三十万是他们还了你 剩下的十万 是他们损害你们一个赔偿 并且 他们还发誓 从今天开始 再来我骚扰你了 太好了 不触碰你 是你我的 是你我的 谁还 霍先生 我还有件事情想要跟你上来啊 这是你给我的银行卡 这里已经有四十万了 我想再借十万出来 把我叔叔的债还了 把我妈妈的房子拿回来 我说了 这张卡是给你的 你不用特地跟我汇报 嗯 那我这就去 我叔叔明天见面 霍先生 我马上就有自己的房子了 晚安 安白 你约我们出来什么事啊 我可忙着呢 叔叔婶婶 这卡里有五十万 我爸妈欠你们的债务 我替他们还清了 真的假的 就你 你都拿出五十万 可别是哪个垃圾桶里捡的 糊弄我吗 我可是听说 你倒贴张力 结果 钱被他全骗走还不说 还被他给甩了 就是 我当初就劝你 不要嫁给那个姓张的 你飞不停 落在这个下场 以后啊 可要长点激情 房子的事 你就别提了 这钱嘛 做产辈的 也不急着问你要 你什么时候有 就什么时候 还 不要大中点 冰胖子 这是卡里的余额 我没有骗人 真的是五十万 叔叔婶婶 既然我爸妈欠你们的五十万 医药费已经还清了 你们什么时候 把房子还给我 不错啊 我怎么有你这帮 不要脸的侄女 你老实交代 在外边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了 我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自己心里明白 难道 虽然我们话求 那些出卖身体的事 来钱是坏 但是 你不嫌害臊 我们还嫌害臊呢 好当当的有什么丢人的 你们没听没续的 凭什么说我的钱来路不振 那你当时说说就你 不过没有干的不三不四的事 哪里这么多对钱 我这些钱都是干干净净的 你们怎么能不分清 无杂白 血口喷人呢 好了好了 你也不要怪我们说话难听 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怕你误入歧途 你怎么不领情呢 你们上来就说我的钱不干净 我凭什么要领你们的情 这能怪我了吗 谁让你莫名其妙的 多了这么一大笔钱 怪了谁都会多想呢 是你气象那么大 都为你两句还生气了 好了好了 你也别说了 反正这钱我已经带来了 明天我就回家验收房子 麻烦要回去收拾一下 早点搬走 那这臭丫头 你跟他说话什么态度 果然是没爹没妈没救养 我们可是他的长辈 老公 我们真的要搬走吗 搬 搬个屁 那个女孩子要什么房子 她明天要是敢来 你就直接糊弄糊弄她得了 这网约车司机服务不错吗 这里就是你以前的家吗 走吧 莫先生 欢迎回家 我们的家 你确定 是我们的家 你这样 叔叔 先生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臭丫头 说话放尊重点 难难的 咱们昨天晚上仔细想了想 觉得呀 暂时我们还不能自斑 是是 我们之前明明已经说好了的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谁出尔反尔了 你这钱要是来得不干净 我们这钱交出门 后脚就被警察抓了怎么办 我们一家人 可不能被你害了呀 这个难的是谁 安南 怪不得你想把门赶出门去 原来你想在家里有小白脸啊 安南 原来如此呀 你不就是被张琳给甩了吗 你至于这样捉见自己吗 可 麻烦你记住 不是张琳甩了我 是我甩了张琳那个渣男 还有我已经结婚了 霍先生就是我的丈夫 你不是想知道那五十万是哪的吗 我告诉你 其中二十万就是霍先生给我的财力 还有三十万是张琳还给我的 这些钱都是干干净净的钱 他真是你老公 对 行吧 那可是张琳那家人 怎么可能省得把钱还给你 行 你不相信是吧 那我打电话给张琳 他亲口说您做性了 喂 好你个安南 啊 害我儿子丢了工作 还现在让我们无家可归 我们家张琳到底是倒了大门呢 写没了 要看你这么多恶毒的女人 被霍氏集团开除 那是你就有自取 无家可归 是什么意思 你还跟我装傻是吧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这不都是你老公 霍氏集团害的 他根本就是霍家的 奶奶 刚才阿姨跟你开玩笑呢 对了 你给我们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我问你 你们欠我的那些钱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之前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不是把房子卖了 他全还你了吗 你看 你就要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们吧 既然你们把钱都已经还清了 那我们之间就已经两清了 以后你们不要来犯我 我也不会你们多计讲 我们以后不敢了 不敢了 谢谢 还睡 还睡 睡什么睡啊 都怪你 都怪你 你说好端端的日子 霍总他们干什么 沈身刚才已经听清了吧 要是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 那就找个时间搬走 毕竟钱你们都已经收下了 作为一个长辈 应该不会耍赖吧 老公 我们走 回房 不好意思啊 霍先生 刚刚让你开笑话了 霍先生 你别生气啊 我没生气 我只是看不惯他们这个气氛 谢谢你关心我 不过没事 他们毕竟是我的亲戚 应该也不会太为难了吧 对了 我帮你整理一下心理箱吧 这是什么 十全大补啊 霍先生 怎么把这都带来了呀 十全大补啊 霍先生 怎么把这也带来了呀 你要和奶奶俩人同去吧 奶奶 我们就指示 你的行李是不是还没收拾啊 都放心交给奶奶吧 算了算了 我还放回去 你们自己整理吧 这不是我的 那就当是我准备的 可是安娜 我们不是夫妻 你在紧张什么 谁 谁紧张啊 不说这些了 我还是去想买点生风云品吧 那都遇见是反省 恨你眼中的光 追隐我 想你 嗯 妈 爸 咱们走了 安娜这臭丫头 可像是起来心的 又把门赶走 妈 我才不可能搬出去呢 她一个女孩 要什么房子呀 爸 我可是在安家的独女 这房子可是留着给我娶媳妇用的 就是 你老公 赶紧想想办法 这丫头 翅膀越来越硬 既然如此 休怪我们不客气 这房子 既然咱们已经搬进来了 就不可能再搬出去 南南你回来了 我这饭刚做好 还和你老公一起坐下来吃饭 孙孙 吃饭就不必了 现在比起吃饭更重要的事情 是你们抓紧说是行李 要是实在没时间的话 我帮你们叫个搬家公司 安南 我妈好心叫你们吃饭 别给点不要脸啊 南南 你和你老公也别生气 不是我们不想走 而是我们走不了啊 看到你们现在结婚 其实我们也感觉到很欣慰 这不 你叔叔准备去给你爸爸祭拜一下 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来着 这结果一冲来不小心 踩空了 摔了一脚 把腿给摔坏了呀 哎呦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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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您明明已经答应我了 怎么能这样 哎呀 南南 你看你叔叔的腿都摔成这样了 你该不会那么狠心吧 把我们扫地出门 你也太无情无义了吧 老婆你别说了 我们不能再让南南为难了 我们走吧 哎哎哎哎 老婆你没事吧 老婆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扶我起来 我们走 爸 你都伤成这样了 咱们怎么走啊爸 不要咄嗦了 最多摔你在路上 走 爸 爸 够了 既然已经受伤了 就先有点伤吧 我就知道 果然孩子和南南知道心疼我 就是 南南小时候还吃过我做的饭 我就说她不会那么没两心 哎小枫 赶快扶你爸爸坐到饭这儿吃饭 哎哎 来吧 哎 奶奶 你和你老公也来坐下来一起吃饭 别客气 我们要先放回去 爸 你刚才演的可真牛啊 跟真的一样 那小丫头骗子 从小就新人 他看我这什么样 肯定不好意思赶我走喽 我看姓霍那小子 可不怎么好对付 一会儿 你们俩要多注意点 我吃过的饭 比他走过的路都多 一个毛头小伙子 还怕他 南南 快点你老公过来吃饭 都饿了 快呢快 显然叔叔受伤了 那就先养几天 等伤势好一点 尽快搬走 南南 这几天哪够啊 涉骨折 没有个半个月 一年 那是治不好的 这么严重 刚好 我认识一个不错的骨壳医生 不如 让他帮叔叔看一看 不用了 这个差不多制止就行了 这个我们 哪有那么多钱呢 要费可贵了 对了 南南 你这老公 我还没有问过 他叫什么名字 做什么工作的呀 霍锦言 目前的工作 是一个外卖员 什么 就是个送外卖的呀 送外卖的怎么了 这和大哥 这和大哥你没有什么关系吧 是和我们家小枫没有关系 我们家安小枫 可是大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整天无所事事 找不着工作 赖在别人家里不走 我老公可是靠自己双手挣钱的 比有些大学生可强多了 一个外卖人 他再怎么努力 也是个穷王蛋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这么想不开 非要嫁给他呢 我看不如这样吧 沈沈再比较悟悟 虽然年纪老了一点 但是啊 肯定不太有钱 做了 我嫁给谁是我自己的事情 龙哥老人在这对我丈夫直手画脚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看你一点都不领情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呀 你老公长得再好看 问点又没有 是啊 娜娜 叔叔要忍不住说你两句 你怎么就找了这样一个老公 难怪连接婚也不通知我们一下 叔叔要是提前知道这件事 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不答应 你们凭什么不答应 你真是越长越没良心了 你爸妈死得早 我和你叔叔就是你的长辈 你嫁这样的穷酸老公 说你两句怎么了 长辈 婶婶 你是让我把话说的明白些吗 你这什么意思 你们作为我的好长辈 在我父母去世之后 罢证他的赔偿金 如今 连对我的丈夫都要直手画脚 不是我们管的有点太多了 娜娜 谁罢证你父母的赔偿金了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就是 你血口被人 都怪我没把他交好 才让他现在这样的没教养啊 哎呀 我算是看清了 你们今天说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继续霸占我的房子 好 那房子给你 五十万还给我 把五十万还给我 什么什么五十万 我怎么听不懂啊 婶婶 我昨天可是亲手给了一张五十万的卡 你是想翻脸无认账吗 谁个认账了 那五十万本来就是你爸妈欠我的 就是我的钱 这什么给你啊 就是啊 钱既然已经给我们了 那还有再要一句道理 叔叔婶婶 听你们这意思啊 你们是又想要钱又想要房子 你们还要不要脸了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无耻的心情 阿南 你敢骂我妈 今天看我不删死你 啊 你敢去问 他怎么给我儿子 滚开 你敢成为妹子给老子松手 小房 妈 你敢弄老子 今天看我不弄死你 出手 小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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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伤他 我告诉你啊 是他自己抓的我的道 可不是因为我 你再往前 我一刀从死你啊 我 啊 啊 啊 妈 你敢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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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是他自己抓的我的道 可不是因为我 你再往前 你你没事吧 快起来 还真是狼心狗肺的一家人呢 本来看在安南的面子上 还打算放你们一马 没想到你们居然这么恶毒 看来 我是没必要对你们手架留情了 没人 霍总 霍总 楼上那几个人 把安小姐害成这样 该如何处理 你一个也别放过 可是 他们毕竟是 安小姐的亲人 那就等安南行过来再说 在这期间 他们要是再敢乱来 我必要他们好看 你没事吧 儿子 儿子别怕 他们已经走了 谁怕啊 我才没怕呢 要不是那小的运气好 我没有注意 让他得手了 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把他打了 他爹妈都不认识 你少说两句吧 说到底 你当时就不应该拔刀子了 爸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呀 这根本就不是站谁打边的问题 安南她是个小辈 我跟你妈是她长辈 她要是非要赶我们走 就是她不像 咱们是占理的 可是你现在动了刀子 咱们就没理了 那那该怎么办呀 难道 我们真的要搬出去吗 是啊老公 咱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 我可不搬 没事 这事也好搬 安南的小丫头一向心软 咱们带她来个鼓鼠祭 我就不信她还挤了心呢 那 那要是她要再给我们要钱 怎么办呢 想的美 房子我要 钱我也要 要走 也是她和那个穷鬼两公子 安小姐是受到京剧昏迷 并不大碍 接下来只需好好敬仰 多谢医生 陈锦 夫妻 ignant 明明知道她 还敢上去啊 当时情况紧急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下次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 不许这么冲动啊 可是 可是我要是不抓刀子的话 那受伤的人就是你了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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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先生 我去开门 救命 他刚刚不会想亲我吧 你们怎么还敢来 我们当然是来看望楠楠了 而且你哥他已经知道错了 说什么呢 不要给楠楠楠道个歉 楠楠对不起 你干什么 当然是让你原谅我了 楠楠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你起来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 楠楠呀 你哥他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他吧 要我们一家人 有什么不不去的坎儿啊 就是啊 你哥都给你下跪了 你懂不能再让他捅自己一刀 给你赔福吃吧 捅自己一刀的话 我说不过也不是不行 妈的 我 想放出你 快来 楠楠呀 楠楠呀 楠楠也不逼你原谅你哥 你出院以后 我和你哥 我们全家照顾你 伺候你 就要赔罪了 怎么 你们还想继续来在我家里啊 奶奶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当初我们还以为 你拿不出武帅 所以啊 我们就把老家的房子 都给卖了 你现在非要赶我走 我们就没地方住了呀 你们卖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叫你们卖 奶奶 你不能说话这么绝情吗 我们怎么是一家人嘛 你家人 你们当初赶我出门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我们是一家人 这这 我是有原因的 你请我解释 够了 我不想看到你们一家人 在这假惺惺的演戏了 你们现在 要么把房子还给我 要么把钱还给我 奶奶 我 我 你 你 护哥哥 你怎么来的 我这不是听说安南姐受伤了吗 特意过来看看她呀 哦 对了 刚刚走掉的那些人 是谁呀 是我叔叔一家 安南姐 你的伤怎么这么严重啊 不要紧的 怎么能不要紧呢 这么严重的伤 你得好好注意才行 这不然的话 就会留下伤疤了 还有你 霍哥哥 你也是的 怎么能这么粗心大意呢 让安南姐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都心疼了 不关她的事 她也很担心我的 是吗 那就更不能放过她了 霍哥哥 你去把这些果子洗了吧 安南姐现在可是病人 她需要营养的 哎呀 你瞧我这不注意的 我从小跟霍哥哥一起长大 使完她使完习惯了 姐姐 你应该不会吃醋吧 沈小姐 你们认识很多年了吗 对啊 我们两个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小的时候啊 长班们还老开我们的玩笑呢 说我长大的一定会嫁给霍哥哥 就连现在 哎呀 你瞧我这没针没蓝 跟你说这些没用的 安南姐 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 不会生气的 真的吗 当然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是霍总的未婚妻 你喜欢的人 吃霍总吧 对啊 我就是挺喜欢霍总 那我祝你和霍总 百年好喝 说霍 虽然到现在都没发现 霍哥哥就是霍总 看样子 霍哥哥根本就不在乎你嘛 说起来 我跟他虽然认识的 没有你们那么久 但是 我跟他 好像挺合得来的 也不让顺不住我的错觉 我自从跟他结婚以后 我的运气好像都变好了 这是在跟我炫耀 说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我挺羡慕你们的 安南姐 你说霍哥哥 他会不会瞒着你一些事情呀 比如说 他的身份 他什么身份啊 你就没有想过 像霍哥哥这种人 他的身份和地位 可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吗 你笑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 你刚刚那个样子 跟我一个叫周小语的朋友很像 他也说跟你一样的话 说什么 霍先生跟霍氏集团的总裁都姓霍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怎么可能嘛 那万一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人呢 你会怎么做呀 如果是的话 那我应该挺开心的 这样我和霍奶奶就能够上好日子了 安南姐 他可是一直在骗你啊 这就说明他在心里就没有把你当成为一回事 你难道就不生气吗 沈小姐 聊什么呢 聊这么开心 没什么呀 霍先生 我们刚刚在聊 你和霍氏集团总裁都姓霍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对了 你既然是霍氏总裁的未婚妻 那你们熟熟结婚啊 哦 未婚妻 啊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还有点事啊 安南姐 咱们先不聊了 再见啊 回去送去 再见 是你娇娇 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未婚妻 我怎么不知道 霍哥哥 我就是开玩笑的 你应该清楚 我生平最讨厌别人跟我开玩笑 更何况 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 这种事情 下不为例 我知道了 这安南 平时装得跟个小绵羊一样 没想到竟然可故意还 你给我等着 安南这个臭丫头 还我们还刻意来看她 结果她一点面子都不给 简直不把我这个神蹦到眼里 爸 妈 咱们不能被那个臭丫头赶出去吧 我还等于这个房子娶媳妇呢 你给我闭嘴吧 就你过来 是施展得挺不肉绩的 你倒好 差一点跟人夹起来 爸 这事怎么能怪我呢 都怪安南和他那个老婆 太气人了 行了行了 你也别怪儿子 赶紧想想办法 怎么样对付安南和他老公 你谁干嘛错一会儿没说话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 对付安南我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我们又不认识你 少管闲事 是吗 你们二位是安南的叔叔婶婶 一位是他的哥哥 而他却对你们弃弱毙 扫地出门 你们真的甘心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呀 当然是替你们抱不平了 我呢 也是做侄女的人 上面也有叔叔婶婶 长辈嘛 就生来尊敬的 而安南他却这样对你们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说得对 安南这个臭丫头 一点都不把我们放到眼里 他爸妈去着地走 亏我们还照顾他一阵 谁知道他就是个白眼狼 可不是吗 他如今自己要去过好日子了 对你们更是不管不顾了 你们呀 可一定要好好替自己争取 沈小姐说得很对 可是我们哭也哭啊 闹也闹了 他还是不管我们了 那当然是因为你们闹得还不够大呀 要想让他彻彻底里的服软 那就要闹得沸沸扬扬的 越大越好 喝口水休息一下吧 谢谢你霍先生 这么久了 怎么还这么深述 静言 我 我收拾好了 我们快回家吧 大家都快来看看 小米安南 把他的亲人都赶过门了 各位走过的路过的大家都来听听啊 我叫夏秋和 这是我老公叫安建谷 我们今天要控诉我那个侄儿 他忘恩负义 丧尽千两 亏他父母去世的早 我偶心立宪 把他抚养大 我们今天长大了 他也不认人了 要把我们赶住门去 让我们全家和西北方 哎呀 哎呀 各位啊 都给我们做做主啊 我们全家真是命苦啊 怎么他让你 这都给两亲的侄子 这一屋的日子 怎么活啊 啊 啊 老天爷啊 哈哈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妈的腿都瘸了 这个女人把我们赶出了家门 我们无家可归啊 这个女人这太狠毒了 哎呀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把我好好看看 这不叫子恶 这个叫安兰的 真可 就是也不怕遭天心 没有调查事实 就道听途说 是会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 你谁呀 要你管 我就是安兰 他们说的根本就不是事实 事实是 安兰 你把我们家逼上截路 你竟然还有点吹起在我们面前 大家都看看 这可就是安兰 这就是他老公 两个人狼狈为奸 不仅把我们赶出家门 他老公可以打了我儿子 你们说 这可有没有王法 有没有千里啊 不是的 事实 你说景言打了哥哥是吗 那你敢不敢告诉大家 新鲜日子我为什么住院 我的手又为什么受伤 我哪里知道啊 这肯定是你自己不想要弄伤的呗 真言说瞎话 大家都看看都看看 这丫头的老公说凶我就凶我 这得可是你们在啊 你们又不在 他也敢打我呢 安兰 你看不看婶婶没有关系 可是你叔叔的腿还伤着呢 要废就不用你出了 那你答应让叔叔我在家里好好养伤好吧 只算审人求问你了 你要是答应了 我们全家给你做牛做马都行啊 这家人真可怜啊 就是 这叫安男的女人长得人模人样 没想到是这样的人 得亏他爸妈死得早 要不然活到现在 非得被他这个表脸女人给气死就是 就是 是这样 你就别狡辩了 你被他叔叔婶都被逼成这样了 他们能说谎啊 就是就是 我的女儿要是像你这么没有良心 我干脆一棍子打死了 叔叔婶婶 我安男自以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无愧于心 你们今天说的所有事情 都是凭空捏造电脑黑白 你说捏造都是捏造的吗 我们说的可都是真的 好 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 那你们敢发誓吗 发誓什么 如果你们今天说了任何一句假话 你们就心甘情愿遭天打雷劈 你们敢骂 怎么连发誓都不敢 难道你们真的是在骗人 谁骗人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妈敢 妈 我夏秋和说的都是真的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 妈 妈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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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妈 阿满 她可是你婶婶呀 你害死了我妈 天底下还有比你更狠毒的女人吧 妈 我没有妈了 快抓住那个恶毒的女人 快别让她跑了 妈 你们离我远点 别拍了 让开 哎 别让她们跑了 沈小姐 她们已经跑回家了 咱们需要追吗 别追了 刚才那些都拍下来了 这哪用您吩咐呀 当然全都拍下来了 那就好 赶快把这些新闻发出去 我要让这安南彻彻底底的身败名裂 是 可以啊 你们演的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哪里哪里 还是沈小姐你计划的好 可不是吗 要不是沈小姐让我们当了众人的面 把事情闹大 咱们可想不出这么好的方法 安南这个贱人 现在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哼 我看她还能得瑟多久 赶走瘸瘸的叔叔 逼着自己的婶婶当众自杀 安南的名声啊 现在是彻彻底底的臭了 估计过不了多久 她连门都不赶出了 还是沈小姐厉害 别废话 这才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 接下来啊 你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躺起来 不要让别人发现你是假的自杀 否则啊 我们今天这出戏算是白眼 对对对 沈小姐你说得对 沈小姐你放心 我这就做 保证谁也找不到 接下来就靠你了 继续照着沈小姐的话去做 在这闹 一定要点安南 就惨入了待见 好 安南 出来 安南 你出来 你出来 安南 你出来 我放开出来 喂 多派几个人 把外面这几个闹事的 给我统统赶走 安南 你出来 是 半边 啊 来来来来来来 安南你态死一审认 不得好死 快滚出来 少了 滚出来 安南 态死一审认 你不得好死 安南 快出来 换出来 安南 快滚出来 啊 滚出来 安南 安南 你躲在里面的 安南你害死你闪闪 你不得好死 不是我 安南 别怕这里只有我 你不是 干什么赶紧走 你说干什么呀 谁啊 走走走走 别打我 霍先生 安小姐放心 闹事的人已经被赶走了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知道 我知道你没做一些事 放心吧 我在 我一直都在 对不起静言 刚刚咬疼你了吧 没事 你没事就好 是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一个没心没肺 忘了死你 我知道你不是 就好了 可我刚刚差点还连累你 我愿意被你连累 你 但是相处的越久 就越了解你的心格 善良 善解人意 安南 我一点也不后悔和你结婚 秦宜 富哥哥 安南姐 我听说你们出事了 我来看看 秦宜 睡觉就来了 那又怎么办 霍哥哥 你们开门啊 霍哥哥 安南 你这个戒人 都是你逼我的 那你就别怪我做的太绝了 把新闻都给我放出去 你刚刚出院 再好好休息一下 楼下的事都交给我 别看这种东西 影响自己的心情 我马上就能把他们赶走 秦宜 现在小区外面 真的那么多人吗 他们那么多人 你一个人怎么敢 我有我的办法 可是 你就是暂时把他们赶走 他们一会儿还会回来的 逃避不是办法 与其这样 不如直接面对 不行 安南 你现在要是下去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怕 姐 还有你呢 那我陪你 那我陪你 不过 在此之前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如果叔叔审慎能再来一趟就好了 可是我跟叔叔打电话 他不接 他们好不容易策划了这么一场戏 当然不敢接你的电话 那我应该怎么联系他 这点小事交给我 传我的命令 动用霍氏集团的全部力量 就算把整个江城绝地三尺 也要把安建国和夏秋河两个人找到 奶奶 我阿南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况且有这个东西在手 该害怕的是他们 不是吗 走吧 阿南 你给我滚出来 你害死了我的母亲 如果有良知的话 赶快滚出来 滚出来 滚出来 阿南滚出来 阿南滚出来 你个贱人 还真敢出来啊 我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有什么不敢 阿南 就说你不顾叔叔婶婶恩婷 对他们一家赶尽杀绝 这是真的吗 阿南 对于你逼死你婶婶刺杀这件事情 你会感到愧疚吗 哼 问了也白问 想她这个心狠瘦辣的女人 根本就没有良心 她知道什么叫羞耻吗 你把嘴巴闭上 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各位 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觉得 我是一个冷血有不清的人 但在你们骂我之前 我想先给你看几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这是十五年前 我爸妈在发生车祸之后 赵世芳赔偿的一百二十万赔偿金 但在收到赔偿金的第一天 我的叔叔婶婶就把她 汇入了自己的账户 这是当时的收据 你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你父母去世 我父母不是还抚养了你一阵 你吃饭不需要花钱啊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的 所以我还准备了这个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的 所以我还准备了这个 这是我在你家住了两年 两年期间我在你家所有都花费清单 活在你家 穿的是你穿剩下的衣服 睡的是你家的阳台 一天只吃两顿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能吃上一顿肉 后来还因为营养不良而住院 而我的婶婶 就在这时候才肯为我花第一笔钱 一笔两百块钱的医药费 你说这些全年旧事有什么用啊 你不是说我爸妈的赔偿金 都用来抚养我 可这一百二十万的赔偿金 真正用在我身上的只有这两百块而已 都那么多年过去了 他说的也未必是真的呀 行 那这个总是真的 这是当年我爸妈发生车祸之后 在住院期间花费的所有清单 总共五万块钱 赵氏司机当年已经节清了所有的费用 但你爸爸妈妈去骗我 说我爸爸妈欠了你五十万 我和我的账目 好不容易才凑夕了这笔钱还给你们 可你们却还想要有多房子 你们是想要吃绝户吗 你 你睡后喷人 证据都在这 白纸黑纸一查便知 你原本看在我们都是亲戚的费上 不想把这些邓具拿出来 可如今 这亲戚不做了大 什么 居然有这样的事 拿了一百二十万的赔偿金 还不满足 现在又来抢钱又来抢房 真不要理 怪不得他要把他们一家人赶走 看来我们都上他们这家人的当了呀 你们别相信他说的 他说的都不是真的 那你拿出你的证据 证明他是假的 就是 这单字上的印章都是真的 你有什么好说的 这安小枫怎么搞的 怎么反被安男吃得死死了 就算这单子是真的 但是 我父母 那可是你的长辈呀 如人长辈做了什么 你 你怎么能害死 害死我母亲呢 你现在无话可说了吧 不管怎么说 你害死了我母亲 还在这儿斤斤计较这些钱 我真是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恶毒的女人 谁说他害死人了 这人不是还好好的活着吗 金言 是的 他不是自杀了吗 现在怎么好多愣的你站在这儿啊 妈 你 不是让你躲起来了吗 你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呀 要我躲了 我都躲去乡下老家了 谁知道霍锦言的这人 他带人 竟然用声声的把我给抓回来了 哎呀 你真是甜甜的 你 我来晚了 来的刚刚好 周围这么多人 刚才都在为你们一家打抱不平 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 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个死人 可以好好的站在这里说话 对 你们必须给我们个交代 难道你连刺杀都是骗人的 简直太过分了 就是 他们骗人的 可还不止这些呢 你是爸敢推老子 爸 他的腿伤也是假的 他的腿能走路 你们一家从头到尾都在骗人 简直太过分了 谁骗你们了 不是你们自己要相信的 没错 我也会逼你们 你干什么 你敢砸我 都不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我住手 爸 怎么办 不行 给他们拼了 你们闭嘴 不好 他们一家人 是时候逃跑 你拦着他们 你拦着他们 你不用提他们担心 这都是他们旧有自取 倒是你 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替我找到婶婶 之前只听你说过你老公 没想到长得这么帅啊 不介绍一下 小雨 你别取笑我了 这是我老公霍锦言 这是我闺蜜 周小雨 你好 霍锦言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 难道你是 难道你是那个明星 小雨 小雨你搞错了 她的工作是外面业 哦 原来如此 但难道你老公长得真帅 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我们打算马上就办 几年 男友夫妻之间不办婚礼啊 之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 接下来 我们会一样一样补回来的 云南 你说对吗 太好了 那我也得准备准备 到时候给你当婚礼搬娘 今天你受累了 又受了惊吓 快上去休息一下吧 那你呢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嗯 小风一家这个废物 这么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 看来 我只能想办法自己慢慢对付安南 你是谁 你怎么敢来本小姐路 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 当然知道沈小姐 是霍总让我来请你的 什么 霍哥哥他怎么知道我在这 沈小姐请报 霍哥哥怎么还不来啊 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要忙 霍总让你在这等着就行 那个我还有点急事 我就先走一步了 霍哥哥 你找我来是有什么急事吗 为什么搜索安小风一家人 针对安南 霍哥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听不懂 你 你雇佣记者的证据 收买安小风一家人的证据 可都在这儿 霍哥哥 你已经全部都知道了 不仅如此 之前张灵的事 你似乎也插了手 沈娇娇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今天才算是看清了你的真面目 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心机这么深沉的女 我 不是的 够了 证据都在这儿了 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 说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安南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安南 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们就说开吧 霍哥哥 我喜欢你 我对你没感觉 这么多年 我也是一直把你当妹妹对待 希望你别误会 不 我不能接受 我沈娇娇 就算输给别的女人 为什么是这个安南 她的身份地位 哪里都比上我 因为我跟你才是最配的 感情的事情 并不只配得上 就是最合适的 所以你真的喜欢上她 我明明调查过的呀 你是为了替霍奶奶 报恩才娶的她呀 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她呢 她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她能有什么举重的 她连天妈都没有 手底下只有组织破防 她还有一堆其他的亲戚 只有她这种贱 她怎么能配得上你啊 够了 沈娇娇 我是真想不到 会从你嘴里 听到这么恶毒的话 她配不配得上 还轮不到你来使我 否信 我不信 霍哥哥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她 对不对 不然 你怎么会连你的真实身份 到现在都没有告诉她 霍哥哥 你一直不告诉她真相 说明她在你心里就不重要 对不对 可是我打算 今晚就把一切都告诉她 你疯了吗 就她这个贱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而且她身边那群奇葩亲戚 都是知道你就是霍氏集团的霍总 肯定会像一群水质一样 围着你跟你要钱的 霍哥哥 你真的想被安南拖了一辈子吗 我不管她的亲戚是什么样的 我只知道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这些年 她过得不好 以后 我会加倍地补偿她 对她好 让她不会再受苦 霍哥哥 那我呢 沈小教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我不喜欢你 可是我对你是真心的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份上 你最近做的这些事 我都可以不计较 但要是还有下一次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忘记给简言钥匙了 我要是没听到门铃声 她就进不去了 去哪儿了 霍哥哥 简言 你在做什么 霍哥哥 我已经知道你不喜欢我了 但是你也不用这么嫌弃地 把我推开吧 你放心吧 我以后不会纠缠你了 我呀 会祝福你个安南姐的 你想清楚最好 怎么会 简言怎么会和沈小姐抱在一起 说不定是个误会呢 我真是的 我怎么就跑了 我应该直接去找简言问问清楚的 爸妈 安南修在这儿 你们不是走了吗 怎么还在这儿 你们这是干什么 南南 我们是特意会来找你的 南南呀 你看我们身上这些伤 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们吧 安南 你就当大哥求求你 你赶快让那些人停手吧 我保证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叔叔 沈沈 还有大哥 你们搞清楚 不是我指使他们 他们才对你们穷追不舍道 他们之所以追着你们打 是因为你们欺骗了他们 对对 南南 你说的全部都对 但是 我们毕竟是你的亲人哪 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南南 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只要你肯原谅我们 他们这些人 一定会对我们网开一面子 你把他们拿出来 快点啊 快点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有什么可以咱们噎着的 南南 那你拿着 把钱还给你 来 这钱都给你了 还不想什么 赶快让他们停手啊 沈沈 麻烦你搞清楚一件事情 这笔钱本来就是我的 是你们骗我爸妈欠了 你们医药费 我才给你钱的 你们估计拿了钱 还想霸占我的房子 汗得无厌 而且你们从头到尾 都不觉得是你们自己的错 反而摊上事了才来找我 你们现在这态度 不像是在求我 反而是在命令我呢 南南 沈沈那这也是一时兴急 你别介意啊 你就求求你 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晚了 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南南 别啊 别啊 南南 现在我们可以靠的人 只有你了 不用再说了 说说说 你们之前对我做过那些事情 我是不会忘记的 从今往后 我过我的阳关道 你们走你们的独木桥 只要你们以后不来招惹我 我们之间就俩亲了 南南 南南 都怪你 好多南南 不要把事情到这么大 现在南南不管我们了 我们这一家可怎么办呢 怎么都怪我呢 要房要钱的人 明明是你啊 怎么现在怪到我头上了 哎呀 别吵了 要我看的 都怪那个霍锦言 自从他和暗南结婚之后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没有顺心过 一定是他在背后 帮着暗南对付我们 嗯 妈的 这个臭孙未卖他 竟然敢这样对付我们 今天 我一定要打死你 别冲动 哎呀 放开我 呀 霍锦言 你先看一下我们 有什么尊步 霍锦言 给我定一间餐厅 派人去好好布置一下 切记 装扮得好看点 尤其是 要多放鲜花 如果不够的话 那就把整个江城的花 都买下来 是 然后把江城那个最出名的 国宴厨师也叫了 今天的晚饭 让他亲自准备 我不希望有任何一点差错 属下这就去办 霍哥哥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弄这么大阵仗 我打算 今天晚上和安南求婚 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 但我还欠他一个 盛大的求婚仪式 这样啊 那我可得提前恭喜你们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先回去吧 还有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以后 该辟邪 就是辟邪 安南 你怎么在外面 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 我来一天送钥匙 就出来找你了 锦言 那个 我们回家 我先送你回去 等我把要做的事情做完 晚上 给你一个惊喜 你对我来说 这小子 是大明顶等的霍总 怎么可能 是我们离得太远了 没听清 他怎么可能是霍总 他就是个破松外卖的 确实 霍家 乃是江城首富 霍总 怎么会可能 娶安南做妻子 还藏天待在一个小房子里 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肯定是了 他要是霍总 我安晓峰的名字倒过来写 喂 是我 沈小姐 是您啊 我正打算联系您呢 这次啊 真的是我错了 我都躲到乡下去了 那个信货的小子 你心里还能找到我呢 别废话 你们现在在哪儿 我有件事要让你们办 哇 我们就在野生后 沈小姐 你打算让我们办什么事啊 是啊 沈小姐 这次事情搞砸了 他们追了我几条街奏 把我打得鼻青脸肿 这浑身是伤啊 我知道 这一次呢 有一个报仇的机会 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绑得住呢 报仇 可是沈小姐 这次你都没有露面 是我们替你挨得揍 如果下次还是这样 那 那看来你们是不打算合作了 那就算了 沈小姐 你儿子他不懂事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我们呢 还是很喜欢跟你继续合作的 那丫头 感觉自己现在翅膀硬 真是不把我们这些长辈 放在眼里了 而且现在 房子也没了 钱也没了 这口气 我是咽不下 这就对了 只要你们肯听我的呀 这安南 不仅是你们的仇人 他更是倒了我的道 这一次呢 你们不仅能好好地复仇 并且事成之后啊 好处少不了你们的 是 娇姐 您说 你打算让我们 怎么对付安南 你们就等着吧 到时候会联系你们 沈小姐慢点 我打算 今天晚上和安南求婚 霍锦衍 我喜欢你整整二十年 如今你却要娶别人 既然你不属于我 那我也绝不会让你属于任何人 今天晚上你就等了 就算你等到死 那南这个贱 也不会累 喂 安南姐 你有没有时间啊 咱们在咖啡馆见一下 聊一聊 做的咱是 你来了 你想喝点什么呀 拿铁还是卡布奇诺 沈小姐 我们就开门见山直说吧 来照顾什么事 安南姐 看你这么直接 那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的了 今天呢 我叫你来 其实就是想告诉你 霍哥哥呀 他一直都不爱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吗 霍哥哥他之所以跟你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你救过霍奶奶的命 他娶你呢 也是看在霍奶奶的面子上 他为了不让霍奶奶伤心啊 才勉强自己和你在一起的 他对你好 也是为了替霍奶奶放恩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当然是霍哥哥亲口告诉我的呀 他跟我说 要不是为了霍奶奶 他才懒得搭理你呢 沈小姐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话 但是我相信霍先生他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今天来找我身份说信息 那就恕不顺陪你 站住 安南 事到如今还要自欺欺人吗 可今天你也看到了 霍哥哥呀 他抱了我 没错 他一直爱的人 其实就是我 我跟霍哥哥青梅竹马二十年 我跟他才是天生的弟弟 而且 他早上是我的人了 可是你不是霍总的卫红妻吗 这你就别管了 安南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霍哥哥跟你在一起 完全是为了应付霍奶奶的 谁想得到啊 这戏眼直眼成 还真就傻傻的离间了 所以啊 才让我出面来劝劝你 你能主动退出 对了 这些钱呀 是我们给你的补偿 安南 这些钱 对你来说 应该也算很大一笔了吧 只要你肯离开霍哥哥 那这些钱呢 那都是你的 如果我说不呢 你 我不知道霍先生究竟是为什么跟我结婚 但是我们是夫妻 就算是离婚也应该是她来跟我说 而不是你 这钱还是你自己留着 我安南胆前没那么弄一下 你 快快 干掉 安南呀 安南 你说我已经劝你让你自己退出了 既然你不肯 那你就别怪我心狠熟了 沈小姐 我已经把她放到了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做 你们直接把她带出去吧 外面有辆车 其他的我都安排好了 放心吧 事成之后啊 少不了你们 好嘞 都听沈小姐的 嗯 不是吧 爸 沈小姐 要把安南送到那种地方 那里可是有很多疯子的 宋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后悔已经坏了 可是 如果让安南老公知道了 那可怎么办呢 我们动作快点 他发现不了 对 人为猜死 鸟为食亡 安南 你也别怪我们 要怪 就怪自己命了 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哎 我听说霍总 今天打算在这儿求婚 天 但是多么幸运的女孩 能被霍总看中 是啊 安南 等会儿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希望 别瞎着不再啊 霍总 什么事 别着急 霍总 大事不好 您让我去接安小姐 我 早上都找了 就没找到 你说什么 喂 虎哥哥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呀 我刚好在外面呢 你要不要一起来吃个晚饭呀 安南失踪了 你们见不到 我 没 沈娇娇 你最好说实话 如果安南失踪了 你就会 后果你自己亲丑 霍哥哥 你这是在怀疑我吗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如果觉得很难 即使和我联系 不过 话说起来 安南也失踪了消息 我还真就知道一点线索了 当真 当然 霍哥哥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赶快告诉我 霍哥哥 我在咖啡厅 你想知道的话 那就先进来吧 霍哥哥 我已经来了 安南在哪 霍哥哥 你先别着急嘛 安南姐没事的 这样吧 你呢 坐下来陪我喝一杯咖啡 然后 我再告诉你 我必须立刻找到她 霍哥哥 我们已经生疏成这样了 你连一杯咖啡 都不愿意陪我喝 你真的知道 安南在哪 当然了 这还没有假 我刚才还看见她了呢 我喝了 现在 能告诉安南的消息了吗 霍哥哥 你就这么在意她吗 没错 我很庆幸 可以遇见她 并且和她结婚 对我来说 她是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人 那我呢 那我算什么 我以为那天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山佼佼 我们之间是蛮有可能的 既然 不愿意告诉我 她的下方 脑子急着 来 你 你给我喝了什么 霍哥哥 我才是最适合你 我从小就喜欢上你了 咱们两个一起长大的 除了我 你怎么还能娶别人呢 安南她呀 根本就配不上你 我呢 已经帮你把她撤离掉了 不过半个小时之后 她的叔叔婶婶 就会把她送进 疯人渣堆的废弃工厂里 哼 敢高手娇娇娇娇 我就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不说这些啊 霍哥哥 春宵一刻只千金呢 过了今晚 我可就是你的人了 这霍夫人的位置啊 明明就是我最合适 你 你没有孕 霍哥你是装孕的 我要是不装 怎么能知道 你居然敢伙同安小枫一家 绑架安南 你把安南送到那个 满是疯子的地方 沈娇娇 你找死 霍哥哥你可想清楚 就算你知道 安南被送到那种地方 又怎样 这江城这么多废弃工程 只要我不说 你就不会知道 他在那 沈娇娇 看来是我对你 太过于仁慈了 你竟然连我霍锦言 都敢小看 动用霍家所有力量 哪怕把江城绝地三尺 也要给我找到安南的下落 看来 水小姐交代的位置 就是这儿 爸 把安南丢在这种地方 保证 他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 你们慌了吗 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趁现在还没有酿成大塑 你们收拾还来得及 好你敢安南 你也知道怕了 婶婶 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少废话 是你现在我们感觉上觉得 就连我去求你 你都懒得搭理我 所以 现在也活该 你说这话 良心不会痛吗 当初把我赶出家门 抢我房子的是你们 后来我把钱还给你们 还想继续霸占着我的房子 大哥还把我弄进了医院 还联合外人攻击我 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 到底是谁对谁赶紧杀局 你啰啰嗦嗦干什么 闭嘴 你一个女娃娃 把房子给你搁怎么了 是你不要脸 非要霸占房子 就是 开门 害成在 所以 我让你现在尝尝 被殴打真正的死费 你们真是没救了 我看没救的人是你 安南 来到这种地方 我奉劝你们去 进去就撞死 否则 生不如死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叫了 一会儿啊 有你们爽的 哈哈 进去吧你 你们 找死 锦衍 对不起 我来吃了 我没事锦衍 谢谢你来救我 你说苦了 不管是谁 我都会替你千倍万倍的逃回来 带上来 沈小姐你来了 赶快求求我们吧 沈小姐 你不是说好要保护我们吗 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放弃吧 他可救不了你 因为他自身都难保护 霍哥哥 你可千万别提他们胡说 我只是想跟男姐开个玩笑的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做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沈小姐 我们可敢找你说的去做的 你怎么都打一耙了 谁都打一耙了 你可别误明我 霍哥哥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好 既然都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那就都冻住 霍哥哥 我错了 真的知道错了 弹弹弹弹弹弹你帮我替霍哥求求求问 我跟你道歉 我跟你道歉 沈娇娇 连难为你找了这么个风水导臂 要是不害上用才 岂不是太可疑 不要 获先生他们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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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才 快 hern 君 白 妈 太 孈 你 你给我闭嘴 这样 你给我闭嘴 你闭嘴的老天 不要闭嘴的 我没门了 还得知我才 我们走不了 你也别想逃 走吧 没事了 等等 晶妍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这些保镖 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想知道吗 跟我去个地方 你就知道了 把衣服填码 星空装进口袋 我还有一个愿望 绪进未来 知道是什么吗 不想是爱 想心心说不愿意 万言霍总 霍夫人 有一个声音落入眼里期待 我跟着她的视线 左右摇摇 霍奶奶 你怎么在这儿 她们刚刚叫的是谁啊 傻丫头 她们当然是叫你 和锦言啦 怎么会是我们 她们叫的是霍 霍奶奶 对不起 对不起 以前我一直对你隐瞒了我的身份 希望可以原谅我 我发现流星坠落 我曾经遇到一束光 在前方 嫁给我好吗 我乘着风的翅膀 去飞翔 奔向你无畏曾经 那些受过的伤 收听我的云朵月亮 我曾遇到一束光 你的光 我看到我掌心中的信仰 再一次因为你无邪的笑而绽放